俄羅斯即將攻打同巴士 俄改進滑翔 撒彈 彈道導彈 萬攻駱德塞 再獲65架 F-16 兩個月後 四架 F-16 率先登場 法國出兵 俄羅斯帕拉 德國艾華普京 不入備市長 暗示窩囊水源任務 2024年4月8日 俄羅斯戰爭已持續735天 日前 烏拉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 布特洛科在接受德國媒體ARD採訪時表示 俄羅斯計劃在春末下挫 加強對烏拉頓巴斯地區的進攻 有可能在富備揚斯坦 雜波羅爾 哈爾科夫等地區發動進攻 甚至準備奪取巴哈莫特的赫西夫亞爾 不過布特洛夫表示 俄軍的下季攻勢開始前 局勢依然可控 儘管俄軍在東季攻勢中 佔領阿夫迪夫加部分地區 並將戰線推進到赫西夫亞爾郊區 帶領俄軍的做法 被認為是殺敵一戰 自選八百 現在 2024年 俄羅斯確實可以趁著烏拉遭兵力短拳 防線上尾沿線F-16戰機 將來加輔及炮彈供應不足等著作群境 作為發動進攻的好司機 然而這機會轉勝即勢 留給俄羅斯的時間非常有限 能否轉化為實際戰果和領土收益 就看能否充分利用這波下季攻勢 因為俄軍徵給15萬人的計劃 好了 要到6月才能實現 前線大量消耗人抗導致的人力不足 限制了他們的進攻撤離 即使在6月再次動員30萬人 大多數被動員的士兵 亦自燒到秋天斯人被捕捉到前線 同一時間 烏克蘭亦正在充分做好應戰籌備 布特洛夫表示 烏克蘭如今能夠捱過最難的2024 到了2025年局勢或會逆轉 當然也不排除烏軍會在2024年發動有限反攻 烏克蘭頂住 觀眾朋友如果有什麼想對 最困難時期的烏軍將是說的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同時也不要忘記 跟我們點贊 新朋友請訂閱的頻道 將小力當開啟至所有 多謝大家 最近俄羅斯使用了改裝後的 UMPBD-30滑翔炸彈 對哈爾科夫士和州開啟了狂軍攬插模式 這些炸彈襲擊了一間學校 有人員傷亡並造成嚴重破壞 另外蘇姆州已在受害嚴重地區之一 這些炸彈是從比哥洛德州發射的 查理斯基總統4月秋晚講話 呼籲國際社會援助防空系統 他說哈爾科夫局勢非常嚴峻 俄羅斯的恐怖活動始終存在 幾乎每天都對這座城市使用制度航空炸彈 長期以來 WATCHAR炸彈一直是烏納難以應對的威脅之一 在俄羅斯奪取阿福迪福加國籍中 就已經展現出它巨大的破壞力 儘管摧毀俄羅斯戰機 似乎是烏納可選的抵抗方法之一 但由於西方禁止烏克蘭 在俄羅斯領土上使用它們提供的武器 而且烏納缺乏愛國者放空導彈發射器和戰機 令情況變得更複雜 對烏納來說 更糟的是俄羅斯已經開始改造 龐大的冷戰士忌流來的蘇聯WATCHAR炸彈庫存 以提升它們的性能 其中裝備改造的炸彈是UMPB-D30 這款炸彈的每個彈藥 都由一個裝有截碟機翼的統一無塊 一個制度裝置 一個抗干以衛星接收器 以及尾部的火箭助推器 或者窩輪噴力發動機組織 作戰射值可以達到90公里 性能改造後 它的準確性和機動性方面 更接近巡航導彈 而成本比巡航導彈低很多 與此同時 奧特撒亦面臨著巨大的威脅 4月6日 這個地區被俄羅斯的單獨導彈擊中 外界估計 俄軍使用的可能是伊斯坦德爾 針對當時的現狀 烏納官員說 烏納缺乏能夠拿截彈道導彈的防空系統 他們還需要至少七個外國者防空鏈 來保衛他們的領土 雖然戰場局勢仍有很多困難 但烏納堅守國土的決心一直沒有變 烏納總統辦公室主任 葉爾瑪在接受Politico採訪時表示 烏納主不會與俄羅斯妥協 他說 俄斯人對任何談判都不感興趣 他們希望烏納投降 但這永遠不會發生 詹嚴斯基永遠不會同意任何包括投降條件的和談 無論是再簽訂一版名刺葉爾 或是凍結衝突 這是不可能的 我敢肯定 葉爾瑪還表示 雖然很多烏納人感到疲憊 但如果你問他們 是不是願意與俄羅斯妥協 他們會堅決拒絕 人們依相信烏納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在4月5日評估了二份的一列通知後 提以丹麥、挪威和荷蘭 向烏納轉讓65架F-16A-B戰機 總感價高達16.8億美元 而且以上國家表示願意部分捐贈 據悉 丹麥計劃轉讓19架F-16戰機 其中包括6架F-16Block-10 和13架F-16Block-15 以及亚外發動機和支援設備 丹麥是向烏納提供F-16戰機聯盟的槍導者之一 又為數不多的 提供飛行員和基礎人員培訓的國家之一 挪威準備轉讓22架F-16Block-10-15 以及飛機、發動機、支援設備等 並已為威威提供了幾架F-16的訓練機組人員 荷蘭則計劃轉讓24架F-16Block-10-15飛機及相關設備 此外 荷蘭還在3月份為威威購購了F-16專用導彈 耗資1.5億美元 目前 威威有3個飛行小組 即可接受F-16飛行訓練 其中2個小組在丹麥和美國 另1個小組在法國接受盤分 荷蘭國防部長奧勒加良4月6日宣布 F-16戰機聯盟希望今年夏天開始交付戰機 首批將陸續交付24架F-16 丹麥首相法律澤里克森表示 期待6月至少有4架F-16飛機可以交給烏克蘭 另外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加強調 F-16戰機並不是零丹妙弱 但配合愛國者系統等武器 能夠讓護力保持制空權 這是勝利的關鍵 當然 同時必須配合其他武器 和作戰理念才有助於贏得戰爭 最新消息 法國表示將在30天內 完成向烏勒派遣2000名士兵計劃 儘管德國總理書前要求馬克龍停止派兵烏克蘭 因為這樣可能會爆發世界大戰 但馬克龍表示 他不想成為膽小鬼 你決定不需要不約或是歐盟的共識 對此 烏勒總統薩尼斯基表示 他認真考慮了馬克龍的提議 並願意接受這方案 他認為 如果法國部隊在烏勒訓練烏勒士兵 將比將烏勒的部隊派到國外訓練要快得多 同時 薩尼斯基強調 他不會主動要求西方國家向烏勒排兵 因為這樣可能會導致俄羅斯在西方物流之間三波敵意 然而 如果西方國家主動提出這種建議 烏勒將非常感激 並表示永遠不會拒絕這種無視而周密的幫助 另一邊 法國發布的消息 便讓俄羅斯坐不住了 近日 交易版大元帥俄羅斯國防部長史古 和法國國防部長南科魯將人做一次罕見的電話交流 另一個是22個以來的首次通話 這次通話引起了廣泛關注 小伊哥這通電話顯然不是隨便撥打的 他表面上說 擔心法國派軍到烏勒 將會面臨艱難景地 但實際上表明俄羅斯不希望看到任何國家 包括法國或波蘭向烏勒派遣軍隊 因此將在局勢變得更複雜 俄羅斯明白與西方盟友的陸地對抗 特別是核武器國家 不可能通過威脅施加壓力 對他們來說 看不到有利的前景 特別是面對來自西方主要軍事力量的威脅時 情況將更為揭手 這次通話顯示信 俄羅斯對烏勒戰局發生日變化 感度不安 亦突顯馬爾勒採取的 不清楚劃出紅線的戰略 已產生效果 再看看德國 雖然舒爾茲不認同馬爾勒派兵的做法 但他繼日發表講話說 西方民國需要堅決地向烏勒提供軍事援助 這是烏勒獲得和平的關鍵 他強調烏勒戰爭將俄羅斯總統普京 決定撤軍的那一刻結束 然而他認為 只有當普京意識到 他沒有辦法在戰場上和勝 沒有辦法實現不公正的和平時 才會做出這決定 他還表示 只要有需要 德國將繼續維護烏勒 並指出德國已經提供了280億歐元的軍事援助 德國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援助國 他強調有效的威蟬是防止斯大升級的最佳途徑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頓·布格近日表示 到7月在華盛頓舉日北約峰會時 北約民國將同意設立一個維記5年 總金押達1000億美元的基金 用來援助瓦納 外籍估計 這是斯托爾頓·布格在離任前 為威蟬做出的最後重大舉措 至於能否成功實施 還需要觀察後續情況 在BBC《在秋號》播出的採訪中 斯托爾頓·布格還指出 儘管相信並期望指針能在北約後結束 但不約仍需要長期支援顧瓦納 協助他建立防禦力量 以壓制未來可能的侵略行為 然而他亦暗示 威蟬最終可能不能作出一些讓步 他說 跪緊結底 必須由威蟬來決定 他們願意做出什麼妥協 我們需要讓他們 能夠在談判桌上 真正出得可接受的結果 斯托爾頓·布格還表示 他現在並不呼籲威蟬做出讓步 並補充說 當烏拉獲勝時才會實現真正的和平 還有豪消息 埃塞尼亞宣布向烏拉提供100萬枚炮彈 其中包括北約標準的155毫米炮彈 以及根據蘇裂標準的152毫米炮彈 以及多管發射Goletic所用的122毫米導彈 埃塞尼亞國防部長安諾佩夫夫爾表示 你們軍火總成本高達20億美元 4月6日 拉圖宣布 已經將M573指揮和參謀車輛移交給烏克蘭 這種裝甲車用於地面部隊戰術鏈中 提供無線電通訊和控制 同時都可以用來控制PZ2000之下榴彈炮 此外 韓國計劃在2024年 向烏拉提供23億美元的財政活助 並提供1200萬美元用於烏拉受傷士兵的康復 好了 今天的新冷接身就到這裡了 我是袁新 我們下一期再見